製作信符文字合併於台灣 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只用文字工具對不對 那這邊點一下 點的時候呢 其實我建議你可以把文字裡面的文字與字型功能表打開來 好 點一下呢 那這裡選哪一個呢 每個字體效果不一樣 先把字打出來再說吧 我們先打這個符 來點一下文字工具 不好意思 沒點到 要切換成中文對不對 那像這個字體就比較不合適 我們先把它改大一點 你把文字與字型打完以後放右邊 144 點套用 那這個字比較不合適 因為我們在做雷調的時候 我們希望筆畫盡量能夠連接在一起 而且這個字來 我們可以換一下 那在Escope字體再換的時候 可以在那邊來挑 從這裡可以選 從這裡可以選 那選哪一個呢 比較遺憾的是自由軟體 它這裡並不會顯示中文的說明 那我們來選這個 這個當然要先試過 試的時候你來看一下 那四字體怎麼試呢 從小就跟大家提一下 DFT是華康 點在這裡 方向鍵往下 你就看到它自己的變化 有看到嗎 有些並不合適 像這個做雷調也不合適 那這個字看起來不錯 可是因為筆畫都分開 等一下我們要把它接起來 否則雷調 雷完中間就不見了 所以因為配合雷調的屬性 所以我們就要來選這個 就給大家做參考的 哦 再做這個 那就可以選到你要的字型 就是這樣 做這種方式來選 那我們就點這個 這個字型會比較合適一點點 這個字型點一下 套用 哦不是這個 在這裡點 DFT AN DFT 我們看上面這裡 DFT的這個 這個是華康的立峰體 我們在移動設置這邊可以看 哦 就是要這個字型 這個字型 點套用就改掉了 有看到嗎 這邊可以來點 那再點這個 再套用這個 好 那再打一個信服的信 哦 又回到這裡 選起來對不對 字體大小改144 套用 再來改我們這個字型 在這裡選 也許更快一點點 點這裡 OK了嗎 好 選完以後呢 調大小信服的信在上面 服在下面 老師大小不一樣 移動要使用這個工具哦 那接下來我們做什麼呢 來調大小 那調大小如果一樣 其實你可以在這邊打 148 我們打個 嗯 200 200 套用 套用 套用又回到這字型 有點小困擾 那我們就算了 擦不住進後尾 我們就直接拖拉吧 哦 那這就是拖拉 按著 Shift鍵拉的時候呢 他就會 哦 這個拉 拖拉 那要讓他接在旁邊的筆畫上面哦 要讓他接在上面筆畫上面哦 要接起來哦 要接起來要接起來哦 你接起來的時候呢 等一下在雷掉的時候才不會隔開來 要接好 哦 像是幸福的幸福 哎 這樣 哦 那如果 哎 老師 幸福好像比較小一點 福氣大一點點 你可以再來調 那這就是做細工 對不對 哦 這樣 可不可以調小度 可以哦 第一次點下去可以調大小 再點第二下的時候 也許你可以考慮要不要轉彎一下 哦 那旁邊點一下 再調一下大小 要讓他盡可能筆畫接著一下 哎 這一樣 點第一下調大小 再點第二下的時候 就可以調一些角度 哦 老師 我們不要歪歪 我們還是正的好了 字還是正的 再點第二下 看見嗎 哦 這個可以自己來做決定 那再拉大一點點 來 當他是這樣 箭頭是調大小 啊 如果轉彎的時候呢 是調角度 哦 那像待會呢 我們來看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它沒有接在一起 我們可以用個小工具把它接在一起 用什麼接呢 好 請各位看一下 哦 呃 電腦裡面有圖形 我們希望加愛心佛好 我打個大寫的Y哦 大寫的Y 大寫的Y打完以後 選起來 把它換字形 在電腦裡面有圖形式 當你改成Webdin Windin這裡 Webdin Webdin這裡 你看到就變愛心了 再看一下字形哦 打個大寫的Y 一定要大寫的Y哦 W-E-V-D-I-N-G-S WinD-I-V-D-I-N-G-S 就變成這個 我們可以把它組合起來 譬如說這地方我們想丟個小小愛心 也可以啊 那 可以把它變小一點點 這樣看起來不會圖 愛心丟在這裡 那組合起來呢 也許更好一點 方向鍵可以移動 因為雷掉的關係 所以這被字形必須連接在一起 然後加是放大 像這個 這個連在一起 這裡跟這裡連 這裡跟這裡連 那也許可以在Ctrl-C 誒 也可以另外一個方法哦 我們在畫什麼 用畫筆來畫 畫一點點把它接起來 接起來 再接起來一點點也可以 哦 這樣也可以把它接起來 好來 那接下來要做合併哦 這個跟這個 一次合併只能兩個 我現在按著Cm 點這裡 再按Shift鍵點這裡 同時選這兩個呢 路徑做什麼呢 相加 好來 再點這個符 再點這個路徑 一次只能兩個 路徑做相加 不用還有愛心哦 按著Shift鍵 再點什麼 相加 還有這個筆畫哦 點這裡再點這裡 路徑做相加 那相加完 它就變成一個造型 到時候刻完就想這樣了 那還沒完呢 我們上面這裡 不是要打洞嗎 對不對 打洞的時候呢 需要比較厚的 那也許我們再請這個來幫忙 這邊我們再塗一下 塗的時候筆畫可以粗一點點 好 22 一筆畫到完哦 一筆畫到完哦 一筆畫到完 那當成一個物件的概念 如果畫不好 可以再重畫 沒關係 畫得真不好 來我們再一次吧 點這裡 本來設計就是這樣 做出來很快 做細緻一點就要花時間哦 點到這裡來 好 移動工具移動一下吧 或者調一下大小 調一下角度 好 這裡因為稍微要打洞 所以我們希望呢 這個還是 再上去一點點這樣 好來 還記得嗎 點低一下按著shift鍵 再點這個框 在做什么 路径的相加 待会这里要留个打洞的啦 下面这里 下面这里也一样 把这里补起来 我们就从这里画一下吧 这里 然后点这个 点第一个 按着Shift键点这个 再做相加 然后打一个圆圆的小洞呢 对呀 打洞 再用圆形工具 拉一个小圆 放个颜色吧 搞不清楚在什么样子 对不对 那这个洞呢 就是什么 我们要穿那个线的洞 好 选这两个框 没选到 按着Shift键 选这个 那希望上下洞一样大的话呢 那就什么 复制 贴上 点第一个 再点第二个 按Shift键 路径做什么呢 相减 这个洞都挖掉了 这待会是要穿的 那一样这里再拉过来 好 在这里 按着Shift键 再点第二个 复选两个 再来做路径做什么 相减 就完成了 当然完成的时候 幸福台湾做完的时候 做什么呢 接下来 档案的 好 另存新档 好 那这个呢 就叫台湾完成的 幸福台湾完成 幸福台湾完成 好 那就是AI档喔 SVG的 好 SVG 那SVG呢 在雷雕的那个机器里面 他们就可以来使用了 所以他 另存的档名是 档案是SVG的 好 雷雕 雷雕基他认识这个档案 他们就完成了整个的设计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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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